美非同盟關係 加強經濟等多個領域的合作 8月6日 週六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見了 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 重申美非同盟關係 加強經濟等多個領域的合作 布林肯還表示 中共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反應過度 他呼籲北京和平解決兩岸分歧 不應該以強制性的方式行事 不應該以強制性的方式行事 這是所改變的 布林肯說 過去四十多年來 台海沒有發生衝突 他敦促中共 繼續以明智的方式 不應該處理這一個問題 不要升級緊張局勢 我認為國內在各地區 都在各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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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關注重 這發展 我認為 我們希望 北京會重視 是 小馬方思 今年六月底 就任法 菲律賓總統 布林肯是他接待的第一位 美國內閣部長 過去幾年 中非兩國在南海不斷發生爭執 小馬科思曾表示 他不會向任何外國勢力 各樣一平方英寸的領土 8月6日 星期六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 在湯家首都 魯夫·阿諾法強調 湯家應該決定自己的未來 您知道 中國人民共產黨 想在這裡 那是好 他們想在這裡 那是好 他們想在這裡 那是好 他們不可以做 是決定自己的未來 據美聯社報導 由於中共提供的低息貸款 湯家目前已經欠債1.08億美元 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大約25% 而中共的一帶一路等投資項目 使印太多個國家 陷入債務陷阱 斯里蘭卡政府 被迫遭借漢班托塔港 99年來抵債 成為前居之鑑 謝爾曼表示 美國和湯家 在宗教自由和人權方面 有著共同的價值觀 今年 美國與湯家建交五十週年 希望雙方未來可以深入合作 我們為美聯社 我們想和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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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讓你選擇 你的未來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多見得到 那麼